又到下半部分了 不用問, 當然是教基本資料了 你這張和我這張一樣 不過我透明, 你不透明 那透不透明不重要 因為不是透不透明 而是教你的方法 上課我教你們看什麼 潛宅、陷宅、對宅 只有聽字 那怎樣量出來的房子 知道是陷宅、潛宅、對宅、順宅 就看這個圖了 記住 一掛館三山 一掛館三山 西北是什麼掛 西北是潛 記住, 率前害是潛掛 率前害這三個字 最重要是記住資料 記住 任指櫃 正北 合 含 醜近人 近 對 甲某月 鎮 完全是 確實是 現在就夠你看這個 這個是鎮 然後是神信字 信 丙五丁 眉昆身 昆 庚有身 對 所以其實 你看我有時候很亂 有時候寫這個 有時候寫這個 其實我們習慣了 因為全部是相通的 總之你見到對 見到這個就知道說對 我用鑼匡 或者我們用膠片 量度出來 大門是向 甲某或者月 我叫做對 記住, 對面的掛 大門向東 叫做西向東 座對向鎮 宅主掛是對掛 座北向南 座坎向離 坎南 叫做坎宅 座近向坤 座東北向西南 叫做近宅 座東向西 座鎮向對 叫做鎮宅 座順向前 叫做順宅 座離向坎 座南向北 就是離宅 要記住 座的叫宅掛 座是宅掛 我這道門 我大門向西方 西方的意思 我量度出來 你用膠片 前面是甲柴 甲柴是西方 那我後面是不是東南 南亞 就是順 所以就說順在這裡 順在底 順在底 順在這裡 我們八則是這樣 順離坤對順順 順勤筋鎮 有了一個宅掛 你就把九格都建出來 先調整這個道數 不是每個人都有鑼匾 這就調整這個道數 北 你去哪裡 另一張 要這麼粉嗎 反光 反光 好 遲些去別人家看 好 好,完成 記住 這個道數 就用來讓你知道 其實我們都很少用道數 用鑼匾 鑼匾就有了 手頭又沒有那塊膠片 什麼都沒有 只有你的手提電話 就會量度 手提電話 有時候會寫東北 有時候會寫北 但它的東北 跟我們的東北不同 原來正常會分成三格 那你要知道多少道子 多少是這格 有沒有問題 這是資料 沒有問題 總之記住 任子貴就是北 丑近人 是東北 丑近人 鑑某語正東 神信治 就是東南 跟我們的天南提法一樣 丙五丁 就是正南 味昆身 就是西南 庚友身 是正西 西北 那你們知道我為什麼要教你 十天干 十二地支 又教你掛 就是因為 它又用 蜀 又用 鑼 又用鑼 鑼是掛 蜀是十二地支 然後任子貴 又用任又用貴 這就是天干 但是沒有新 不用填了 填了十二地支 十天干 再加上八卦 十九十二 再加上八卦就有三十個方位 它現在只有二十四山 所以其實 我們看風水 主要 就是用這個圈 所以不要被我們的邏家嚇到 主要用這個 大字那個 二十四山 二十四山 有八卦 有二十四山 三八二十四 一個卦裡面 就有三個方位 所以叫做一卦管三山 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知道這個刮 知道這個度數 就開始實習了 Amba, 給你一個邏家 快點量一下這個門 是多少 怎麼量量 知道嗎 就這樣量量 當然不是 指南針會移動的 我告訴你 親近一點 我還沒找到這裡 這麼大 拍照 拍照 拍照, 放下來了 看到這裡的針嗎 這個頭 我知道你們兩條線 重疊就是… 重疊 先是正確的度數 那你向著那邊量 就要重疊這個 那你就要量這個門口的度數 我一直走過去 接著一條線 都要重疊重疊, 是嗎 最重要是你站好位置 重疊就可以了 明白 不用一頭霧水 現在馬上教你看羅間 你看到我們把這個羅盆 轉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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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們搞什麼 現在告訴你 我們搞什麼 看不見這個羅加 有兩個紅點嗎 把兩個紅點 和這支針的粗邊 拍齊 這樣才可以看的 如果這兩條十字 就是十字天心 向前那個就是你的方向 向後那個就是座, 是嗎 如果這個方位拍齊之後 這條線在人, 這條線在身 這當然叫做人向身 身是什麼 西南 就是你叫做東北向西南 我們又放一個少許 當我現在向這裡 首先這個任務也是 把這個 把這個指南針 拍齊了這條線 這個針不是很敏感的 中央 要買羅間也要教你 買羅間中間的針 越幼就越好 中間的圓圈 就越大越好 所以要買中間指南針 的圈很大, 指針很幼 這樣就敏感 敏感就不容易看錯了 看到了, 拍齊了 當作這條線 這條線 看不看是庚和幼中間嗎 它就叫做騎逢窄界 就說空窄 就不能下針 其實不是不能下針 你再大一點的羅盤 可能差一度也有辦法找到 總之你記住 這樣叫做窄界 就定不到方位 也不是間屋的 那你就不要想著用手提電話 量度 因為手提電話 我試過量度過 不同幾部手提電話 一起量度 它有時偏差30度 都有的 我有時保險 用手提電話 用指南針 大家一對一對 會否大約 一個方位 對不對 那就肯定知道可以 但單用手提電話 量度 基本上也不是太準確 那現在就告訴你 最好是怎樣量度 量度一間屋 這個是超大屋 裡面的房間 很多時候這個是主力場 前面有機會主力場 或者有升降機 甚至乎電飆房 那就可以告訴你 你整個客廳 都量度不準的了 那我有時會去到這個 主人房 那個房間 窗台 我就要站上去窗台這樣量度 為什麼要這樣量度 因為這個位置最少電器 對 我量度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這樣量度 不是向門量度 你說可以向門嗎 你不是說可以向門嗎 我量度了一個方位 我就知道全屋的方位 明白 知道 那現在就很方便 現在世界有人造衛星 對,師傅教我上網看 我會有這個 然後吸到你的房子 那我就知道你怎樣 我們用這個 紙在上面 紙在北 你不要反轉 北到東到南到西 記得嗎 那我一貼貼上去 一貼貼上去 我看到是餅 那就知道了 我原來坐餅 不是,坐任向餅 因為這個是圖 我看到任這個是餅 你拍一拍拍上去 用這個就最容易了 明白 明白 搞定了,好像下課了 下課 明白 明白了 起立 起立 再見 謝謝師傅 下課繼續 有人能回答我嗎 我教過 鏡子有什麼忌諱 不可以對門 偷 不可以對門嗎 我問你,你問我嗎 我現在考試 我們的年代 酒店很喜歡床尾做鏡子 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我記得這個 因為怕自己太陽 所以起床的時候嚇到自己 對,又說讓酒店知道 又說我撞鬼 你家的酒店不是有鬼 風水跟你上的貨一樣 你每天想著我今天很英俊 今天很英俊 今天很英俊 就是一樣 風水的意念 原來要收這個水回來就收 然後又說鞋子 不可以亂放 又說不好 所以說你的鞋子亂 不好呢,我第一個先死 有人這樣說的 我說吹到啤啤聲